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爱情柳琴分钟课堂》,我是申依然。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柳琴的世界。 那么从这节课起呢,我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了解柳琴,学习柳琴,并热爱柳琴。 第一节课呢,我会为大家介绍柳琴的历史以及乐器的构造。 柳琴呢,是中国的传统弹播乐器之一,又名土琵败,柳乐琴,柳叶琴等一系列优美的称号。 早期呢,流传于山东鲁南一带,距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柳琴起源于戏曲,起初是山东柳琴戏,江苏淮海戏。 安徽四周戏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其主要功能呢,与京剧中的金弧有相似之处。 最早的柳琴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两条丝弦七个高亮品制成的品位。 音语很窄,只有一个半的八度。 还不便于转调,当时的琴笛很大,演奏时需要用一个竹制的纸套套在我们食指上, 然后拨动琴弦来进行演奏。 这也是我们早期拨片的原型。 柳琴真正的发展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当时大力提倡民族化的精神鼓舞之下,济南前卫歌舞团民乐团王慧然先生对民间流传的柳琴做出了大胆的改革。 在1958年年底,第一代新型柳琴,也就是三弦柳琴诞生了。 三弦柳琴由原来的两根弦变成了三根弦, 柳琴也从七品增加到了二十四品。 跟早期柳琴相比呢,新型柳琴过大了音域,方便了转调。 音色也由闷灶变得明亮起来。 七十年代又出现了第二代新型柳琴,也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柳琴,四弦高音柳琴。 除了在品术和音柱上有所增加之外,最主要的变化呢,就是用竹制品代替了高粮制品, 用钢丝弦代替了丝弦。 这些改革大大改善了柳琴各方面的性能,丰富了表现力, 使得柳琴的表现力得到了很大的发挥。 四弦高音柳琴的改革成功,结束了柳琴两百多年来仅限于戏曲伴奏的历史, 登上了独奏和协奏的舞台。 如今柳琴作为民族管弦乐队的弹波声部高音声部, 它的音色和效果是其他任何乐器都无法替代的。 同时柳琴也作为一件特色乐器, 不仅融入了民族管弦乐队当中, 也和西洋管弦乐队的融合产生了水乳相容的效果。 就是这样一件音色十分特别的乐器, 在近代的发展迅速得到了业内专家们的赞誉, 称为在乐器史上是难得可贵的, 是一项我们民族乐器改革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科研成果。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从上到下介绍我们柳琴各个部位的名称以及结构。 可以看出我们柳琴的琴声小巧, 其主要结构与一些弹波乐器, 比如琵琶、钟软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先来看我们的琴头, 琴头呈如意状, 又包括琴轴、轴口、山口以及装饰物等。 在头部上方折回朝前的地方刻有雕刻的图案, 这些装饰物通常都是用化学的塑料, 或者说是用象牙、玉石制成的。 接下来看我们琴轴。 琴轴在弯曲有弧度的这一段, 中间两边是空的, 有两边四个口装有四个琴轴, 连接我们的每一根琴弦。 其主要作用呢就是大幅度地调整我们柳琴的阴高与阴低。 山口,山口一上一下与我们的马子互相呼应。 高度要高于琴面, 并刻有四个固定琴弦的小槽, 其主要作用就是绷紧我们的琴弦使得发出声音。 而我们山口后仰的角度大小, 山口的高低, 都可以直接改变我们的音色, 对左手的暗弦的感觉产生一定的影响。 琴弦, 由粗到细, 分别是四弦, 三弦, 二弦, 一弦。 一弦呢是我们四根柳琴弦当中最细的, 也是音色最具有特别性的, 音色非常的明亮清脆。 三弦和二弦相较于一弦更粗一些, 音色柔美, 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推、拉、迎、柔等各种新型的柳琴演奏技法。 而四弦呢就是我们四根琴弦当中最粗的, 音色也是最结实浑厚的。 在我们琴面上这些横着的, 叫做品。 品是柳琴上的音位, 就类似于钢琴的琴键一样, 每一个品都有它固定的音高。 柳琴一共有29个品, 一般用竹条的片状制成。 每一个音的位置和高低不同, 做成了大小有别的形状。 品的位置是按照12平均率排列的, 用胶粘在面板上。 另外,我们的品也有传振的作用。 音孔。 音孔在我们的琴码上方左右各一个。 有镂空的, 也有不同材质雕刻出图案, 粘在我们音孔上的。 这样呢叫做音窗。 音孔是柳琴共鸣箱的初音孔, 因此音孔的形状、材质不同, 也对我们柳琴的音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琴码呢是在微条上方的位置。 琴码上同山口一样, 也是扣有四个固定琴弦的小槽。 琴码摆放的位置, 也会对音色产生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琴码位置靠上, 那么这个琴弦的张力就会变大, 音色呢就会变得紧张一些。 而琴码位置靠下, 琴弦的张力就会变小, 音色就较为松弛。 同样, 琴码的高矮、大小, 也会对音色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微条用弦钩、拴弦钉组成, 可以对琴弦的音高进行细微的调整。 拨片是我们演奏柳琴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 拨片的每一个角不尖锐, 有较为圆滑的过度, 一毫米左右的厚度。 拨片的选用对柳琴的发音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比如太软的拨片, 发音就会较为干瘪。 过硬的拨片呢, 声音又会过于生硬。 要选择软硬适中, 且有弹性。 拨片最常用的材质, 一般是天然材料, 或者是一些白色软硬适中的尼龙材料做成拨片, 效果会更好一些。 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看完有所收获。 我们下节课再见。